为期六天的国际矫正与监狱协会2024年会昨天起开跑 配合黄丝带计划20周年 今年的研讨会将主动分享如何制止犯罪并且提高成交改造标准 今年的研讨会与会者将探讨如何让市求远离犯罪等课题 研讨会共信了超过800名来自70多个国家的成交界人士和社区伙伴出席 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杨立民 今早在年会开幕礼上致辞时 分享了我国监狱署制定的2030成交改造策略 当局将从经济、社会和社区三大方面 为囚犯、侍求和他们的家人提供支援 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 并且打造一个更加安全和包容的新加坡 监狱署也将在9月4号启动黄丝带社区日 各国代表将分享他们的成交改造经验 引导会的最后一天 遇会者也有机会参观本地监狱、戒毒所、社区空间和中途之家 了解当局如何善用科技和社群合作 确保囚犯在狱中的安全 协助市求更生改造 重新的融入社会 确保团 20